現在我們來到張州一個美食博主家 準備去趁吃 他們家要馬上過節了 走 你們都在做米果 這是要頒飯 我要頒飯的還可以 蘿蔔削皮 閩南的蘿蔔都要菜頭菜頭 明天過節了 不要聽 我阿姨聽不懂普通話 過節吃菜頭粿 我們做米果 下次請你們那裡吃米果 這個碗多一多又刺了 對 這個已經用了很多年了 是那個時候我奶奶買的 我們家的蘿蔔糕 吃了這麼多年都是用這個磨的 把它磨得細細 過節吃菜頭粘粘又好太多 然後要放點鹽巴 煮一下 然後再放到米裡面 蘿蔔放到米漿裡 20斤蘿蔔 10斤米 再兩層 五層 五層果 五層果 層蒸熟再一層 一個小時 熟了嗎 那一層 對 變色了 一層層還是比較快 我們的金漿看起來 是一次硬倒下去的 第三層 跟金漿一樣的 只是你們是一層層蒸出來的 最後一層 哇 熟了 是切一塊一塊一塊 操心 你去做一層的菜蘿蔔 對 煎一下就可以吃了 要不炸一下 不然淋中間 聞到很濃郁的蘿蔔味道 也不炸 我們不是用炸的 你看感覺鮮皮肉 成功 大姐 大姐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